網上流傳的片段清楚拍下這場奪命車禍的事發一刻 攝氏的垃圾車撞向龍門架鐵柱時 車頭立即變形扭曲 周圍塵土飛揚 而垃圾車直至失事前 未見有明顯的扭軚或減速 事發在星期二下午12時多 66歲男司機駕駛一輛垃圾車 去到近新田交會署時 失事撞向龍門架 事主頭部和身體多處嚴重受傷 昏迷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